警察突袭毒窟竟发现攻击力破表的松鼠 周一美国警方在阿拉巴马州进行毒品搜查时 在屋内找到了大量的毒品和枪械 还发现了一只战斗力破表的松鼠 据AL.com报导 警方在笼子内发现了这只松鼠 突袭之前警方就知道 这只松鼠长期被喂食毒品 所以攻击力才会那么高 警方在新闻稿中提到 他们没办法安全地帮小流氓做检测 所以警方只好听从动保官的建议 将他带到附近的树林里放生 屋内一名男子因持有毒品遭到逮捕 但无主期时是35岁的Mikey Paul 警方突袭时他刚好不在家 目前他仍在逃亡 他被指控涉嫌非法持有管制药物 毒品和枪械 周二时Paul居然在脸书上直播 他否认喂食松鼠毒品的一事 他表示从没让松鼠吃过冰毒 因为松鼠吃下去之后 可能就没命了 直播中他还为松鼠吃东西 他宣称这只松鼠就是警方放生的那只 警方表示他们无法确认 是不是那只战斗力破表的松鼠 而且Paul可能不只养一只松鼠 说不定他养了两只或一堆 但没人知道他到底养了几只松鼠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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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